无量借来,我们深深实实跟众生借多少缘,怎么能说没有缘呢? 无论是善缘无缘,通通都是缘。 我们这一生得个人生,在这个世间住几十年。 生活环境当中,物质环境,人世环境,全是缘。 我们明白了,搞清楚了,善缘好,物缘也好。 这个缘是什么?我们了这个缘。 能够把所有的缘,都转变成法缘。 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佛,一起来念佛。 将来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,把所有医学缘,转变成法缘。 这是无上司。 这是个明白人呐,决定不跟人接缘处。 也决定不能跟任何一个人。 振掌勤职,那这都是麻烦。 振掌勤职,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 那借上物缘,这冤冤相报。 这就错了。 对我没有利益的,就不要放在心上,把它忘掉。 不要放在口上,自己心底多清净,多自在。 这叫功夫。 别人所作所为,也许,对我有利益的,我记住。 我要认真去做,对我有好处,对我没有好处的,忘得尴尬尼尼尽。 对别人,赞叹她的善,不说她的我。 这是普贤菩萨尽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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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一切众生皆有佛心 一切众生本来是福 恭敬礼敬是应该的 我们应该做的 赞叹 那与社会大众有正面的影响赞叹 如果是有负面的影响不说 中国古人教人 营物扬善 社会才能够安定相互 社会为什么动乱不安 说人不好的地方太多了 说人好的事情太少了 这社会就乱起来了 就这么乱发的 你以为怎么乱的 大家都不说人的坏话了 社会马上就安定 就祸鞋了 这是佛的智慧 佛看清楚 决定不批评 心里头清清楚楚 也别放在心上 跟着佛菩萨的教会 就说决定没错 得到 装 灯 不批评